哈喽大家好 这期视频关于在你的iPhone上如何设置紧急联系人 现在紧急联系人非常有用 如果你遇到事故任何紧急的情况 基本上任何医疗专业人士都可以使用这些联系人来通知你的情人 所以要设置他们你需要打开健康应用 就是这一个 如果你还没有安装这个APP的话 它是苹果默认的APP 你可以到App Store上去下载安装 完成安装后打开它 然后点击右上角的个人资料 然后再选择医疗急救卡 在下面这里你就会看到紧急联系人这个设置了 点击一下右上方的编辑 往下滑 在紧急联系人这里 先前我已经添加了一个紧急联系人 如果你现在要再添加第二个的话 你可以点击添加紧急联系人 然后选择你要添加的联系人 选择你们的关系 然后点完成 这样就可以了 OK希望这个能帮到你 喜欢这类型视频 记得订阅给赞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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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观看